國際社會嚴厲譴責塔利班武裝分子 殘酷殺害了100多名年幼孩童 分析家警告 恐怖分子開始將目標轉向學校和孩童 巴基斯坦政府必須做好防恐的準備 巴基斯坦軍方表示 幹案的7名武裝分子剪斷黎巴 從學校後門進入校園內 趁學生們集中在禮堂參加考試的時候 向學生開槍掃射 也有學生說 武裝分子逐步搜尋每一間教室 見到學生就開槍 警方說 一共有132名學生在事故中死亡 分析師指出 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 向來是政府機構或是軍事設施 而這次轉而攻擊學校 顯示恐怖分子的行動有了轉變 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誓言 當局追擊恐怖分子的行動不會停止 當局自今年6月展開大規模清剿行動以來 已經打死了超過1600名武裝分子 再次轉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